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权利的人做任何事 却不会为大局着想 见识着永远以自己利益为先 其百姓于不顾 最终导致了大清朝的毁灭 而对于慈禧的私生活 更是令人难以接受 不仅将宫里的太监 作为自己的目标 宫外的一些人 也是成为了自己寻欢作了的对象 慈禧太后很早就守寡 当时正值年金 自然守不住寂寞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与破宫大小太监 宗还各种来往 喜欢过无数男性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 伺候慈禧太后 曾经就有这么一位 不畏权势的男子 张春普 他曾冒死拒绝过慈禧太后情谊 此人曾是一位演奏汉乐器的琴师 相传 他不仅记忆高超 而且长相十分俊俏 是世间不可多得的真正美男子 并且 还有一点就是 他为人正直 多云奉承 无畏高全 彬彬有礼 深的慈禧太后的爱慕 在秦时张春普现役的时候 慈禧太后曾想象其表达自己的情谊 但是 此人并没有为之所动 反而更加谦和 对慈禧太后更加的以礼相待 张春普当然不少 对太后的宫里生活也是早有所闻 可以说 此时的他已经猜到自己 已经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注意 表演结束之后 担心慈禧太后会把他留下 于是 他找了借口便赶紧匆匆离开了宫中 但是 终究他还是没能逃过慈禧的魔兆 一礼三更 慈禧太后便命人宣席入宫 太后的这番乐举的行为 旁人都能看出太后对此人的喜爱 尽管他用权力压着张春普 这位秦师不但不领行 还就直接拒绝了太后的好意 秦时回去后感叹道 下次绝不踏入宫门半步 后来 好几次慈禧太后 都派人来找他乳公叫他抚秦 他 都趁自己身体抱让 一一拒绝了慈禧太后的邀请 心高气傲的慈禧太后被拒绝之后 自然是十分的不愉快 但是 他本性好奢引益 再加上 周围好玩新鲜的事物太多 所以 他很快忘记了这件事 秦师这才得以留下一条性命 否则 按照慈禧太后以前的恶性 但凡他看上了男子 必须听从他的意思 如有不从者一律处死 在慈禧太后这般权力的威逼之下 汉秦师宁死不去 并且全身而退 实在是令人佩服 毕竟 一旦接受了慈禧太后的情谊 就会有无数的金银财宝和权力地位 在这样的诱惑下 还能坚守自己的本心 冒死反抗的人 他自然是人间少有且十分珍贵的 而就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来说 这种人简直少之又少 越来越多的人渐渐地沉迷于这城市的灯红酒绿之中 忘记了自己的本性 为了名利地位抢言欢笑 屈言复试 甚至 有的还出卖自己的身体 以换取钱财名利和地位 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潜规则 很多人无法安于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总想着走捷径 以快速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事实也证明 上天并不会给这些投机取巧的人好运气 总是会让他们在得到的同时 失去一些更为宝贵的东西 除此之外 清人所写的《文臣偶记》中也记载 那几个有关慈禧太后的风流运势 光绪八年 一位姓白的古董商人 在李莲英的介绍 下会见了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被她英运的外表和优美的谈吐所折服 当天夜里便将这个古董商留宿于其寝宫 过了一个多月才将古董商放出 还说道 慈禧太后很喜欢吃金华饭馆的汤果果 每天都要派人去买 李莲英与金华饭馆的一个姓氏的伙计很熟 所以经常带她到宫中游玩 结果被慈禧看上 之后却不知所踪了 可以说在这个纷扰的世界里 坚守自己的本心去做事是最重要的 只有保持本心 不被世俗所干扰 才能永远保持人性的光辉 大千世界里各种诱惑 时时考验着我们 有时候就是一念之间就能摧毁人性 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 做出一些不情愿的事情 可以说 金钱 权力 地位于我们而言固然重要 但是 不代表我们就可以为之抛弃一切 坚守底线是每个人的原则 不论诱惑再大 都不应该违背自己的本心 不然等这一切都消散 夜深人静的时候 只能独自一人 暗自忧伤却又无能为力 归根究底 是自己没有坚守好最后一道底线 凡事有得必有失 得到了某些东西就必然意味着要失去心什么 这是万物天地之常理 所以 我们在做决定之前 应该考虑好后果 不要等到最后追悔末集了 参考资料 秦公张春朴 文臣偶记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